哈囉我是葡萄園歡迎來到天空葡萄園 今天又回到這款新夢境連結R 一款大陸在日本的分公司所指引的大陸遊戲 OK 那我之前發了一部180抽 3萬個鑽石然後180抽的那部影片 然後我有提到說 機率性的抽卡不值得課金 機率抽卡不值得課金 我說什麼消費就應該是買斷字 而不是抽獎字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底下就引來一些非常有趣的留言了 然後再加上我之前不是去收集資料說爆料這款遊戲 他是大陸遊戲嗎 大陸在日本分公司 然後那其他影片下面也有一些非常 非常可愛的留言啊 當然那些留言的帳號有好幾個 是最近才創的分帳 我這個人是有理有據的在講話 真的有幾個是最近才剛創好的帳號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吧 OK各位來看一下這第一則什麼Visant Dorsi這個帳號 感覺就很像 很像灌水分身帳號 有些灌水分身帳號就是那個 一排英文字嗎 然後他也沒有頭貼 然後為什麼會說他是灌水分身帳號 各位看一下他的創辦日期 我先不看 我先說一下我現在錄影日期是在2021年的6月29號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這帳號什麼時候串的 來各位看一下同一個帳號 同一個帳號 然後各位 然後加入日期在2021年的6月29號 就是今天 我沒有胡亂喔 各位 我再開一次分頁給各位看 同一個帳號 各位同一個帳號 一樣 我開分 同樣的分頁 同一個帳號 開開心的分頁 同樣一個帳號 OK 然後我還有截到一個他加入的時間 給各位看一下一張圖片 有一個他剛加入的時間 來給各位看一下這張圖片 一樣的帳號 一樣的留言 一樣的帳號 一樣的留言 各位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 一樣的帳號 一樣的留言 然後他的加入時間 然後他的加入時間 是我在截這張圖的58分鐘之前 大概一個小時前 所以他在一個小時前 創好帳號 然後來我這邊留言 這真的是標準的 公讀生灌水分帳啊 真的是 灌水分帳 我之前雲之歌 還有王者遠征 也有遇過同樣的情況 結果這款日系的大陸手遊 也有人在那邊使用這種手段 真的是非常的 無聊啊 真的超級無聊的 雖然說他是灌水分帳 但他終究是一個人留的 所以我們要給他身為人的基本尊重 我們要看一下他留一些什麼話 他說什麼 我不是要黑你 唯一只是以一個玩家的立場 呃 如有不悅請盡量 你以一個玩家的立場 那你幹嘛還要開分帳 而且是 開剛創好的分帳 一個小時前剛創好的分帳 然後來我這邊留言 你說 你說的是什麼立場 請問一下你剛剛說你是什麼立場 以一個玩家的立場 你是以一個灌水分帳的立場 這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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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工讀生 有事嗎 蛤有事嗎 然後他下面還說什麼 順帶一提如果你玩到後面的話 失落之境很好的 可能就不成立了 那也是玩到後面的事情啊 啊我現在是玩到後面是不是啊 有事喔 你以其管我有沒有玩到後面 你不如現在開你的本尊帳號 來我這邊留言一下好不好 不要在那邊開分帳提供我素材可以嗎 有事喔 然後他下面這句說什麼 買斷這樣就變成有錢就是強 遊戲不該用錢多少很涼吧 啊所以耶難道你抽卡抽角色 就不需要花錢了嗎 啊難道說你在抽這些角色的時候 都不要花到鑽石都不用花到錢就對了 喔 撇開遊戲送的活動送的 難道你在抽這些角色 就不用錢了是不是 就算他不是買斷制 抽獎制 難道不用錢嗎 難道不用錢嗎 你有沒有事啊 你有事嗎 啊講這些屁話 買斷制要錢 抽獎制要花更多錢 啊灌水分身帳號 這樣你懂了沒啊 買斷制就是多少錢多少買 喔 不像抽獎制 要花大把大把錢 來抽那一點點的東西 快點看你的本尊帳號來留言啊 不要一直串分帳啊 公司只會教你開分帳是不是啊 然後這次留言嗎 是我其他新夢境連結R影片底下的留言 他說什麼 這遊戲目前是很佛的 但廣告很拉垮 各位觀眾朋友看一下 廣告很拉垮 他用什麼叫拉垮 他用成奇怪對不對 我們來查一下拉垮 到底是哪裡的用詞 拉垮好像是大陸那邊的用詞 好像是什麼東北話 然後形容很人很沒精神 然後不行什麼什麼 反正不知道這個拉垮是什麼意思 如果有大陸網友可以幫我翻譯一下 幫我翻譯一下 拉垮 所以這個灌水分身帳號 用的是大陸那邊常見的用詞 拉垮 我為什麼會說他灌水分身帳號 各位看一下 我這個人都是有理有據講話的 來看一下 開啟新連結 看一下他的帳號介面 你看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什麼 什麼偉傑真 反過來應該是真偉傑啊 他的大頭貼是失效的 代表說他這個帳號 基本上是沒有活動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他的簡介 2021年 各位有看到吧 2021年 6月9號 剛好是最近才創的 好像是 新夢境連結R 剛上架的時候 那個時段創的 灌水分身帳號無誤 然後看一下其他部的留言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人說什麼 不是所有人都會去查 是不是大陸的吧 啊所以勒 一款遊戲 連製作商都不敢表明清楚的遊戲 就是該戳破 一個在大陸的日本分公司 請代理商營運的遊戲 結果他假裝是日本指引的 那是不是該戳破啊 然後有網友說什麼 他說他在一週前加入的 然後我現在看的時間已經是三個禮拜後 然後各位看一下他的頭貼 他的頭貼已經失效了 代表說 他這個並不是活動帳號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帳號介面 來開個分頁喔 看一下他的帳號介面 喔 這什麼號啊 等一下再去查 然後這個 然後各位看一下這邊 加入日期 2021年5月23號 剛好是新夢境連結R 上架前的一段時間 喔 創的分帳 所以他這個帳號嗎 他這個帳號很有可能是 喔 那新夢境連結R 在上架前嗎 先創好來灌水用的 喔 李破號 請問一下有人叫李破號嗎 喔 這個名字好像 還 可以啊 然後這次留言就更好笑了 他說什麼 他們是和Woover Games合作 Woover Games是 模塊遊戲平台 是一間代理商 然後他後面這句更好笑了 是日本指引的耶 跟代理商合作 然後說是日本指引的 有是嗎 透過代理商就不是指引了好不好 透過代理商就不是指引了 然後再來看一下他後面連結 這連結我一看就知道應該是巴哈姆特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他貼的證據是怎樣 喔 說什麼這個是座堂會說的 來看一下 然後說什麼 由中國北京龍泉風暴開發什麼RPG 夢境連結 然後原本的代理商 舊代理商 香港 是香港漫巴護魚 喔 原來舊的代理商是香港公司喔 然後再 由 模塊遊戲平台 就是台灣的代理商 來重新營運 然後這邊說什麼 預告本遊戲 將由日服團隊 廣州議員 各位有沒有看到 廣州議員 他自己貼的證據 都說是大陸公司了 都說是大陸公司了 然後接手指引 指引個屁呀 有透過代理商耶 有透過模塊遊戲平台這個代理商耶 阿所以哪裡來的指引 哪裡來的指引 有透過代理商就不是指引了 OK 指引就是不透過任何代理商 也不授權給任何公司 有原本的公司來自己營運 但是這個 新夢境連結R 他有透過代理商 他有透過代理商 OK 所以這位阿錢兄 你有事嗎 你自己貼的證據 就打臉你自己講的話了 喔 自己貼證據來打臉自己 我沒有惡意啊 我真的沒有惡意 但是我覺得說 你自己貼證據來打臉你自己 請問一下你是受了什麼刺激嗎 呵呵呵 阿錢兄你有事嗎 有事嗎 OK 反正就這樣吧 大陸遊戲 大陸遊戲 會有一些什麼 公讀生的灌水分身帳號 來我這邊留言 已經是見怪不怪 之前別款免洗手遊 就已經有前車之鑒 就有其他的例子了 很多大陸遊戲 真的很喜歡 請公讀生 開灌水分身帳號 來灌水留言 免洗風向 阿 不意外阿 各位不意外 我這個人都是有理有覺在講話喔 前面已經貼證據給各位看了 白紙黑字都貼證據出來了 那些帳號 那些帳號都是在最近才辦的 有一個還是在今天辦的 今天創的帳號 6月29號 關於這點嘛 我真的很感謝這些遊戲公讀生 提供素材給我 讓各位看一下一個遊戲 他黑暗面 有一個遊戲 除了假冒是日本公司指引之外 連遊戲嘛 連遊戲本身 也會有一些公讀生 開分帳 在那邊造假 在那邊灌水 在那邊做戲 遊戲是很漂亮阿 各位觀眾朋友 好遊戲是很漂亮阿 但是一些黑暗面阿 各位應該也要知道 好遊戲的一些黑暗面 各位應該也要知道 各位應該也要知道 那我之後還會做其他部影片阿 來講一下其他留言的事情 那就這集就先這樣阿 各位掰掰 掰掰